这种野草,是口臭的大救星!天然消炎药,化痰只可制咽咽。 口臭对于很多人来说,还是一种很尴尬的事情。 经常抽烟的人,或者是爱吃冰浪,都会伴随住人中的口气。 但是很多人有口臭,自己却不知道。 而患有口臭的人,与别人交流的时候,是比较的尴尬的。 患有口臭的人,总是苦恼,想要怎么样才能根治自己的口臭。 口臭在早上的时候,口中的气味最为严重。 而很多的患病,通过一些口腔清洁剂来清新口气,但是指标不治本。 特别是情侣之间,若是亲密的接触,口气自然是很尴尬的。 口气中的人,一般是会早起口中有明显的苦涩感,喉咙也是会带有异物感。 喉咙也,喉咙也是会造成口舌前噪,舌苔发白。 而这是一种胃火旺盛的表现,口气和肠道有直接的联系。 想要驱除口气,调节咽喉咙,我们首先是要调理肠胃。 而脾胃是慢慢调理出来的。 这种野草,是口臭的大救星。 天然消炎药,化痰只可制咽咽。 而有一种野草,它是长在山区,是一种天然的消炎药。 这种食物被称作煤茶,煤茶被发现的时候,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里面含有这么多的营养,后来被当地人开采出来,沙前后吊制成茶叶。 煤茶它与我们平时常见的绿色的茶叶有有大的区别,它上面被覆盖了大大的一层白色的煤斑,就像是茶叶上面发了煤一样。 但是煤茶上面的白斑是煤茶最为营养的部位。 煤茶主要是生长在湖南,张家界的风景区。 这种茶叶在当地被称为一种天然的消炎药,对于治疗咽喉肿痛,或者是上火,感冒有良效。 像一般的茶叶,若是隔夜了就很容易变质,而煤茶里面的活性酶成分是很高的,它里面含有的黄酮酶能够杀死一些微生物,就算是放置几天也是可以饮用的。 而煤茶里面是含有了二十多种的氨基酸成分,里面的活性黄酮含量极高。 对于一些体质虚弱,容易感冒的人群,特别适合作为一种养生茶来喝。 口气严重的人,若是经常的饮用煤茶,可以杀死肠道和口腔中的细菌和微生物,对于一些幽能螺旋杆菌和口中的细菌有很好的杀菌效果。 同时,煤茶长饮,还能够治疗慢性的咽喉炎,经常抽烟的人多喝帮助养肺,清除肺毒,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